今天的新闻焦点有 鼓励退休沙拉越公务员继续在各方面做出贡献 沙拉越公共服务中领导连续性的重要性 沙拉越放眼目标在2025年吸引500万游客 沙拉越严正看待以获得旅游自主权 沙拉越确保ART概念验证顺利进行 今年12月签署满航飞翼航空买卖协议 沙拉越一年内收到3498份土著身份申请 欢迎收看11月19号星期二的UKAS话语新闻 你好我是尹莹 鼓励退休沙拉越公务员来利用在服务过程中获得的经验 专业知识和智慧继续在各方面做出宝贵的贡献 沙总理拿德巴丁伊丹斯里阿邦佐哈里博士表示 虽然他们不再活跃于公务 但他们仍有巨大的潜力通过各种渠道 为区域发展做出贡献 他表示他们的经验是无价的财富 可以继续对社区产生积极影响 并加强共同努力为沙拉越取得更大的进步 对他们的财富 我再次财富 我向他们的财富 在财富的财富 在财富 我感谢很多财富 在财富的财富 我感谢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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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昨天在沙拉越立法议会宴会厅所举行的 沙拉越公共服务感恩典礼上做此表示 在典礼上一共有12名在2023年和2024年退休的政府高级官员获得表彰 其中包括前沙食品工业、原产业及区域发展部 常务秘书NATO Edwin Abid 前人力资源管理与发展单位总监NATO Ismail Mohamed Hanis 前沙拉越乌水服务局局长NATO刘贤文 前沙拉越教育创新及人才发展部常务秘书NATO Azmi 以及公共服务委员会副主席亚历山大 其他退休官员包括宗教事务单位前主任NATO捷克阿曼 前美里省省长Jamali Boushri 前马鲁地县议会官员Bla Yombo 前沙拉越交通部常务秘书NATO Alice Jawand Mbaling 前少妇女发展儿童及社区和协部常务秘书Noria Ahmad 前坂都县议会官员Langgong Wasam以及福沙县议会官员Buzhangladi NATO Patinye Abangzohali也在沙拉越副总理NATO阿玛 沈桂贤医生沙拉越教育创新及人才发展部长NATO Sili罗伦萨加 沙拉越旅游创意产业以及表演艺术部长NATO Sili阿都卡林 和沙拉越政府秘书NATO阿玛穆哈姆阿布巴卡的陪同下 赠送了纪念品给所有退休的官员 以退休的沙拉越政府高级官员和仍在任职的公务员之间 继续存在的良好关系反映了沙拉越公共服务SCS领导连续性的重要性 沙拉越政府秘书NATO阿玛穆哈姆阿布巴卡表示 退休不是结束而是一个重要的过渡期 让年轻一代有机会以热情奋献和竞争力来承担责任 为沙拉越的进步履行职责 他表示随着新一代在公共服务中发挥积极作用 沙拉越正走在实现其未来目标和愿景的正确轨道上 已是我们的预养力量 有些需要在联系上 我们的预养力量 而且在年轻的尊重 我们的预养力量 我们能够责任 我们的预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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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一代的预养力量 都能继续地努力量 我们都是一直我们的预养力量 也能继续地努力部分 进行我的预养力量 目前像是一样 但感谢总统 我们能够觉得 我们在预养力量 每个预养 他昨天在沙拉越立法议会宴会厅举行 并由沙总理拿督巴丁一丹斯里阿邦佐哈里博士主持的 沙拉越公共服务感恩典礼上致辞时这么说 随着2030年后冠病疫情发展战略中 概述的旅游业全面复苏 沙拉越对在2025年实现500万游客人次的目标 保持乐观的态度 沙拉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拿督斯里阿都卡林表示 正如沙总理在2025年沙拉越财政预算案中宣布的那样 该目标还将创造127亿3000万令吉的旅游收入 沙拉越公共服务感恩典礼于沙拉越公共服务感恩典礼上 他是今天在第19届沙拉越立法议会议上进行部门事务总结时这么说 拿督斯里阿都卡林也补充说 沙拉越在2024年1月到10月期间 共路得398万游客 比去年2023年同期的318万游客 增加了25.03% 他还表示各种国际级活动 国家级的旅游活动大会和会议都促成了沙拉越游客数量的急剧增长 沙拉越政府将根据1963年大马建国契约也就是MA63 以获得有关旅游业事务的自主权 以管理和规范沙拉越旅游业的需求 沙拉越旅游创意产业以及表演艺术部长 拿督斯里阿都卡林也表示 该部将继续与旅游艺术和文化部来联系 也讨论修改联邦名单中第25A项旅游业的建议 列表1至联邦宪法第9副表中的共同列表 列表3 拿督斯里阿都卡林还说 此次目前正在谈判中并将与其他所求 一起来进行谈判 其中包括要求沙拉越和沙巴三分之一的国会议席 他也强调该部将与沙拉越总理属副部长 拿督沙利花哈倩达以及沙律政司属合作 以索回1963年大马建国契约下列明的旅游事项 沙拉越政府将确保制轨列车ART项目的概念验证测试 POC顺利进行 并在中国和沙拉越两地实施 沙拉越交通部长拿督斯里李锦胜 针对亚加达邮报近日的报道称 由于在试运行和概念验证测试期间 检测到的故障 特别是涉及自动驾驶系统的问题 印尼新首都努山塔拉计划将制轨列车原型机返还给中国 他说古今城市交通系统KUTS项目 预计不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因为这些挑战已经通过与原始设备制造商OEM的紧密合作获得解决 以优化自轨列车的设计和技术 以满足沙拉越自轨列车的设计和性能要求 我的总部和社计 预约的传统也都行为 一间突破的紧释击 在两个地板和地板的绰尽之中的进入亿洲 为确认为 ART的设计 而合作图公司尾程区定的 原园说清楚照应和免警 之前参与准了 颜特和生命的 我们也行到中国 导演做系统 我自己也行到 身兼什納厅区立法议员的他也补充 古近城市交通系统项目的自轨列车制造商是自轨列车系统的专家 而努桑塔拉的自轨列车制造商则是高速列车的专家 他解释尽管两个自轨列车系统都来自中国 但沙拉越使用的是宜宾OEM公司的生产线 这些公司专门制造自轨列车的系统 而努桑塔拉则使用了一家专门从事高速列车的公司 骑制轨列车的系统与沙拉越制轨列车项目有很大的不同 这些分别是因为我们给予他们我们的证据 所以当他们来到这里 他们证据的认证 我们证据的认证 我们证据的认证 所以我们证据 任何东西没有认证 我们告诉他们 你必须改变 那是因此我们证据的认证 在中国 当他们制作那时 我们的组织也在那里 我们证据的认证 沙拉越政府收购马航飞翼航空公司 Mars Wings 预计最迟将于今年年底 2024年12月31号 签署买卖协议 也就是SPA 沙拉越交通部长 纳杜斯里李景胜表示 沙拉越政府通过其部门 继续采取战略措施 来加强航空业 而沙拉越政府 与马来西亚航空集团MAG 已经达成协议 以实现此目标 他昨天在第十九届议会 会议上进行部门事务总结时 这么说 纳杜斯里李景胜表示 在过渡期间 马航飞翼航空将继续进行 乡区航空服务RAS 并申请必要的许可证和批准 来扩大它的国际业务 他也说 沙政府计划将马航飞翼 打造成一家支线航空公司 飞行距离在四个小时到七个小时内 他也透露 马来西亚机场控股有限公司MAHB 已经通过年度资本支出拨款 9500万令吉 来升级古境的国际机场 纳杜斯里李景胜也表示 目前正在对在古境建设新机场的提议 进行可行性的研究 我的官员在侧的这种进行 进行重研究性的研究 的研究时改造新的飞行 基础是一种项目的 主要是一种趋努力的 400万公司的掌握 和安装与一国家的资装 进行为15文件连接的 这种研究时改造新的 股票bands的新的 构距离 的根据独上 批建签 引向育充 最大的 重研究中 总共进行 沙拉月土著身份认证委员会在2023年11月1号到2024年10月31号期间 一共收到了3498份申请要求被认可为沙拉月土著 沙总理署部长纳杜斯里约翰·西基透露 一共有3329份申请已经获得批准 141份申请还在审查中 而28份申请因为不符合资格要求而被拒绝 他表示个人被承认为沙拉月土著的主要条件 包括申请人必须是马来西亚公民 沙拉月土著之一的亲生子女 以及其中一名亲生父母必须是沙拉月的土著 Sarawak Native Reconciliation Application System telah siap dibangunkan dan mula digunakan pada 2 September 2024 bagi membolehkan pemohonan bagi membolehkan pemohon membuat pemohonan untuk diterap sebagai Bumi Putera Sarawak secara atas talian melalui portal kerjaan Sarawak setakat ini 370 pemohonan telah dibuat melalui sistem tersebut sistem ini telah terbukti bukan saja untuk memudahkan pemohonan tetapi juga pengurusan pemohonan pengtirapkan sebagai Bumi Putera Sarawak 拿都斯里约翰西基也强调2022年全市条例修正案 以允许土著和非土著之间的婚姻所生的孩子被承认为沙拉月土著 他说这一步让他们有机会通过更简单的程序来申请身份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applications through a court sharing its jurisdiction and the resident native court and the total application received to date account for 2,429 or almost 84% of the total registered cases under the resident native courts the remaining cases are still the remaining cases are civil appeal cases from the district native court as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2020 as the beginning of this year 1,625 application are still outstanding 新闻结束前一起来观看昨天在沙拉月立法议会宴会厅所举行的沙拉月公共服务感恩典礼的画面 感谢收看欢迎优览UKAS所有的社交媒体平台 同时也关注UKAS的官网UKAS.sarawak.gov.my 和订阅UKAS YouTube以掌握更多的最新动态 期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